黄奇与人参都是补气的良药,但人参偏重于大补元气,回粮就腻,而黄奇则以补虚为主,常用于病程较常所导致的体虚。 黄奇具有补而不腻的特点,所以黄奇的适用人群更加广,而且价格较人参的便宜,很多人都把它当成日常熬糖所必的药材。 黄奇对身体的好处非常多,不大可治病还可方病。 下面分享四个关于黄奇的用法。 一、气血同补,黄奇单归胆,黄奇五十克,单归十克,煎水或玉肉对糖浮,可用于阴湿血所导致的气血之症,当归有补血,活血的作用,黄奇有补气固表的作用,气和推动血的运行。 二者同用,气血同补,气补血效果更佳,可此当一段时间即可使气血充盈,二补气滋一,降血糖,黄奇沙地粥,黄奇三十克,煽药一百克,生地黄十五克,黄奇,生地黄坚水水之,煽药盐成本,共煮成粥食,调类食用即可,此粥有滋一,降血糖的作用,可用于气虚阴亏, 以及阴糖尿病所导致的消克症。黄奇,酸药,生地黄,都有降血糖的作用,三者克用,气降血糖的作用更强,对高血糖的人,要辅助降血糖效果。 三,卫克阳,黄奇茶,黄奇五十克,煎水,带茶饮,每日一计,三十日为一个疗程,可用于幽门螺旋杆菌所导致的卫克阳, 据研究黄奇以形容血性炼球菌,肺炎双球菌,金黄色葡萄球菌,枯草杆菌等菌有抑制作用,还能促进作品的愈合,常喝黄奇茶对外客量有一定的效果。 四,瓶血,免疫机能低下,黄奇蜂蜜茶,黄奇食客,蜂蜜试料,黄奇兼顺加重量蜂蜜,带茶饮,此茶有补血氧气,不本止汗的作用,可用于气食血亏,表示自汗,四肢乏力,破酒并散弱。 体位虚弱的人,用黄奇与蜂蜜之城的口服液临窗,还用于气食所导致的慢性胃炎,消化到肺痒,凭血疾免疫机能低下等症。 黄奇的用法还有很多,但由于这些疾病较为复杂,需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。 这里就不累着说了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,例如,脑血栓,可用黄奇0.5,一两,穿胸二钳。 当归,赤勺,地漏,桃园,牛膝,单身个三钱,水尖符,内下垂,子宫脱垂,可取黄奇4钱。 党身,白竹,当归个三钱,枝干草,陈皮,生麻,残鸽1.5钱,尖水符,补中一气汤,白细胞减少症,平血,生黄奇,鸡血疼个两两,当归一两。 党身,熟地黄歌五钱,每日一季,水尖两次。 温两次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